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有恐怖分子的嫌疑 有的人可能会危害公共安全 然后危害治安 然后包括道德风气 还有公共卫生角度 有的人有严重的传染病 或者有的人有犯罪记录 这些当然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来说 一般来说很少出现 另外还有一项 就是说有没有过去违反美国移民法的记录 比如说有的人他曾经违反了签证身份 做了签证身份不允许的比如说工作 或者原来签证身份过期了 从一种身份转到另一种身份 中间有一个空档 一个gap 有若干天的空间 原来的签证身份 因为什么原因失效了 后来才续上新的签证身份 像这些一般来说 不影响你在美国继续工作 生活学习 但是目前的艾斯巴五表在美国转换身份 拿绿卡以前会详细的问到这些方面的问题 因此过去的移民的历史 保持身份的历史 是会影响到你是否能够顺利拿到绿卡 具体来说 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尤其是EB123这样的类别 包括杰出人才 不加利益豁免 雇主支持的托尔姆等等 像这些 如果你短期的失去合法身份 或者未经许可工作 或者有其他违反签证身份的行为 那么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什么叫短期呢 180天以内 当然了 如果问到还是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 他在没有收到工作许可的时候 就已经先工作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家里有小孩子需要有收入 然后解释了一下 在移民面谈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问题 也顺利批准了 那么移民官 有时候这方面应该还是讲道理的 短期 180天相对也不算太短了 对很多人来说 所以你如果有一两天 两三个月 不成问题 那么怎么算这个180天呢 首先是从你最后一次 入境美国算起 所以如果有的人 此前有违反签证的身份的记录 然后他离开美国 再用签证回来 可以说就是要 过去的历史就洗白了 然后呢没有关系 因为只看你最近一次入境美国 当然有些别的限制 以后我们会讲到 还有呢就是要一共不超过180天 有的人说 我身份过期了180天 然后呢我又未经许可工作了180天 那每一个都不超过180天 是不是可以啊 不行啊 是说你所有这些violation 违反规定的呢 一共加起来不超过180天 那么这个是对于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呢 有另外的一些特殊规定 比如说如果申请你的那个人 你的直系亲属 配偶或者成年子女 是美国公民 他为你申请绿卡 那么呢只要你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身份过期很久都没有关系 比如呢我们曾经见过 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有的父母来美国探亲 然后这一直留下来 身份过期了好几年 等到子女成为美国公民以后 仍然可以给父母申请美国绿卡 没有什么特别限制 也不要另外填表 也不需要出境 也没有罚款 这个是对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 当然不是适用每一个人 那么回来呢还讲这个职业移民 那么刚讲到呢 是从最后一次入境开始 但是有的人呢也有见识的顾虑 比如说你的身份已经过期 超过180天了 那你要离境有可能就有风险 不能返回美国 因为你要是身份过期了 可能也不好签证了 那有这方面的问题 需要综合衡量 但是呢另一种情况 比如说有的人 曾经在美国未经许可工作 然后呢算起来不知不觉 超过180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离境 然后再回来呢 很多情况下呢并没有限制 只要你护照上那么的签证 还在有效期以内 你可以回来 然后像刚才讲到的 从最近一次入境美国算起 所以以前的历史呢 一般来说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还有这个180天呢 是还有一些细节怎么计算 有的说那周末算不算 假日算不算 哎我这一天工作了七个小时 六个小时 是不是不算一整天 那为了简化起见呢 美国政府像这些都是算的 比如说你一个月里头 从头到尾都在正常的工作 周末呀假日啊这些 也都算在里头 即使你是part time 平常每天只工作四小时 哎没有区别 这个是这个算法了 180天以内呢 不用特别的填表 提交S85的时候呢 移民局会考虑到 当然如果需要 或者移民局专门问到 可以相应的解释 如果需要呢可以联系我们 从另一方面大家知道呢 如果你提交了S85 本身呢调整身份 等待拿到绿卡 这个呢本身并不自动的 带来工作许可 你还是需要填一个公卡的申请 叫I765这个表 I765表呢 现在越来越长 以前我们前几年 为客户准备的时候 只有一页 后来两页 后来四页 现在有七页长 所以呢问的越来越详细 越来越复杂 需要认真填写 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呢 需要等到这个I765批了 拿到EAD 然后呢 再用这个EAD来工作 顺便说到一下呢 这个180天 这里呢是累积的 比如我们曾经遇到这样的例子 有的人断断续续的 然后因为是远程工作 前后好几年 但是呢都加起来 不到180天 我们给客户呢 做了这样的解释 绿卡呢也顺利批准了 另外呢 那么这个180天 或者是这个身份啊 计算什么时候 就可以终止 不用再这么计算 这个身份违规的时间了呀 比如说呢 如果你排期到了 交485了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签证 然后等着485批准呢 就拿到绿卡 但是万一 如果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批准 那么你在等485的期间 如果没有别的签证身份 等待期间的这时间呢 就都算是非法拘留 那当然了 一般情况下 485应该能顺利批准 但如果你担心这个事情 怎么应对呢 那你可以同时保持一个 别的非一民签证的身份 比如说H1B呀 OI呀 或者别的dependent的签证身份 这样呢 你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485判定 另一个是其他签证身份 万一485被拒了 你还可以重新提交485 如果你没有别的签证身份 backup 万一这个有的人 过去放叫顶比较潮 有这个复杂的历史 那么你的这个485呢 被拒了呢 到时候一看 这个时间超过180天了 非法拘留时间 可能再提交新的485呢 就有问题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规定 比如说 有的原来是H1B呀 F1呀 中间有了一段gap呀 后来我又提交了新的申请 那从你转身份 或者身份 主要还是转身份 如果你这个转身份的 这个申请提交了 以后呢判定的时间 等待移民局做出答复的这个时间 等待批准的时间 这一段呢 也都可以是合法拘留美国 那么同样呢 这个和前面讲的一样 如果申请万一最后被拒了 那等的时间就不能算数了 就算是非法了 如果申请批了 不管等多久啊 几个月 大半年都没有关系 就可以 那么另外呢 有的时候啊 不是申请人的问题 是比如邮局呀 或者移民局 出了错误 这样的这个时间呢 会从你的计算这里头刨去 就说不算你在美国 违反身份啊 非法拘留的时间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呢 有的人经常问到 说呀 我现在是 比如说F1学生身份啊 OPT期间啊 我在这期间提交移民申请 这个算不算违反了我的 非移民签证身份啊 按照美国移民局提到的呢 不算的 只要你在签证有效期内 这个呢 我们其他视频也讲到 关于移民倾向 什么样的交友的移民倾向 在美国境内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 出境 在签新的非移民签证 是另外的事情 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另外呢 还有两点 一个呢 是有一些 比如说留学生 或者访问学者 拿的F签证 或者J签证 因为各种原因吧 失去了原来的签证身份 有的人呢 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比如说考试没有通过 然后或者因为打架 醉酒驾车 等等原因吧 然后有的人呢 也可能是因为学校方面 比如说项目突然又出了问题 没有符合要求 失去了这个身份 然后呢 在很多情况下呢 你可以要求有一个叫 Reinstatement 可以重新确立你的这个身份 确立以后呢 移民身份啊 就没有问题 不影响以后拿绿卡 但这中间呢 有一个exception 有的时候啊 大家知道官僚机构呢 处理这个申请比较慢 说我交了Reinstatement 我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月 甚至更长一直没有消息 那我原来的这个身份呢 本来要的过期时间 也都已经准备过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会批准 但是呢 结果呢 让人有些呼啸不得 我申请把我的身份 重新树立起来 比如说到2018年12月 这个截止 但是呢移民局一直等到2019年3月 才说啊 我批了批准你的身份 到2018年12月有效 那你这剩下的这些时间 是吧 这个原来这个批准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当然一个你交了申请以后 应该注意及时关注申请的状态 另外呢 如果原来的身份要过期了 你及时有这个Reinstatement的判定 你还可以考虑呢 转成其他的签证身份 提交其他的申请 比如你有工作机会 你可以提交H1B等等工作签证 或者呢 可以转成配偶的 这个dependent的签证身份 等等 所以呢 如果移民局处理时间很长 也要相应考虑到 那前面我们讲的都是 如果失去这个身份啊 或者是违反签证身份啊 这个等等 不到180天的情况 如果中间这个gap 超过了180天 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呢 那也不是 有其他的一些可行的办法 比如其中之一呢 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讲过 有一个叫I601表 就是你可以申请一个waiver 就是本来呢 如果违反了移民法 然后有的人有犯罪记录 有的人是有其他的移民法规定的 一般情况不能发绿卡的 比如说是党员 然后或者也有的人呢 说有这个别的身份长期的gap 这个呢 有可能你填I601得到这个waiver I601呢 你可以提交什么样的理由呢 首先呢 你有直系亲属 比如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子 或者配偶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美国绿卡 第二呢 比如说如果你要离开美国 会给这些配偶啊 孩子呀 带来extreme hardship 非常极端的困苦境地 像这样情况下呢 拿绿卡原来的障碍 有可能可以豁免掉 然后对于党员来说呢 这个情况特别一点 是吧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 你不需要证明extreme hardship 只要证明呢 说对美国安全不是一个威胁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可以简单解释一些 对于其他的呢 怎么证明extreme hardship呢 当然你要有证据 然后在证据基础上 再解释 说理一下 比如说 有的人呢 这个孩子 有过敏的情况 不明原因的过敏 然后或者有呼吸道的症状 那么如果要全家离开美国 回到中国居住呢 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 有严重影响 考虑到空气质量 环境等等 那么孩子出生在美国 是美国公民 那么如果申请人自己 作为孩子的父母要离开呢 那孩子 作为年龄幼小的幼儿 他单独留在美国 也会有extreme hardship 这个呢 是原因之一 大家有的时候用到的理由之一 当然你要有相应的证据 像所以前面提到呢 如果说失去身份超过180天 也有其他的办法 当然如果不到180天呢 就更简单一些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身份过期或失效 未经许可工作 这些对于办绿卡的影响 和补救措施 好 如果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